1月16日周二我们做一下A股的盘前分析 昨天市场走的不好 那么几个指数当中只有上证指数 微微的保持着偏红的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其他的表现的很弱 个股基本是跌的比较多 热点也是比较散乱 并不突出 除了几个有限的几个之外 持续性还尚很难判断 我们一会儿会对几个板块做出分析 大家来仅供大家的参考 那么指数走到这个样的位置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没有止跌不涨的股市 可能这句话大家听得都挺烦了 但是你要对股市当中有信心 往往是在什么 股市当中往往在最最失望的时候 行情就来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转折点 就是密切要关注这个地方的日线的低点结构的形成 那么六个指数当中 一定有六个全部出现了日线突化 这种现象很少见 并且有周线级别的序列和月线级别的序列 真的挺关键的 这个地方选择放弃 你一定会失败 但是你坚持选对方向一定会成功 股市当中就是这样 我们肯定是低买高卖 低了你不敢买 你现在想了撤离 那就比较可惜的 我们来进入到板块的分析 先看一看行业的板块 行业板块当中呢 我们首先看看旅游酒店 然后呢看看家用轻工 最后呢看看这个半导体 这种走势呢 肯定是一个旅游酒店 肯定是一个上工的形态 并且站到了这个高点的上方 前面呢就是这个平台了 判断呢紧点旅游昨天有扩散的这种态势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方面情况 这不在昨天直播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阐述 大家看看这个商业百货 商业百货呢 实际它已经基本上穿越了这个高点 所以说这个板块也应该有一定的持续性啊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周线 周线角度上看呢 它实际是在周线的多头市场 第一点在不断的抬高 后面的成交量呢 虽然不是太突出 但是也算可以 这个呢我们看看这个家用轻工 一会儿再看看半导体 这个家用轻工呢走势就是 你说它起稳了吧 它没覆盖阴线 你说它没起稳 它确实有一定力度 但是大家要注意是这个地方的成交量 没有有效方的 并且没有完全覆盖前一天的这个阴线 所以说这个家用轻工这个板块 还是要多少要注意点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稳住的信号 最后呢行业板块当中呢 我们要看一下半导体 这个半导体呢 昨天实际上午的走势呢 还是蛮强的 大家看这个上午的走势 是一个分时的攻击形态 并且呢我们发现这个大资金 也是持续在买入的 结果5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落 那么大盘也是多数是回落的 所以说这种走势 我们去怎么去理解啊 那么半导体 因为持有的同学们是比较多的 它能不能接在行李箭里 大家看一看 这几个昨天的成交量还是没有有效的放大 所以说它的走势呢 是走出的一个盘底的这么个走势 底部形态并不确定 你如果是按30分钟上车的 也是有理由的 一条F的走势呢 比它要强一点 一会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理由呢 我们就不再分析了 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家电和这个半导体 再看一看就完了 这个理由呢 我们说不再分析 这走的还可以 这个物流也是一个上涨的形态 占到了这个高点的上方 是不是 还是不错的 再让我们看看这个家电 实际这个家电呢 除了成交量没有配合之外 但是它是一个线上扬包烟的走势 应该要引起一定的注意 我感觉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那么最后呢 我们还是看看半导体 大家看半导体 如果看它的三分钟量能的话 大家注意啊 注意啊 三分钟 这里面有 这两个三分钟 它是连续放量的 所以说我因为半导体呢 这地方还是有一定的变数的 这个筑底成功的概率呢 也是有的 但是它能不能是第一颗阳线 但如果这颗阳线 直接被今天被吃掉了 那就再说了 是不是啊 那么更多的网号分析 我希望大家能够10点20 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探讨板块的走势 总而言之 这两天你要离的市场真的特别近一点 会有一定的交易机会啊 大家10点20直播间再见